大家好,我是胡佩帕子 昨天跟朋友吃饭的时候,他们聊了一个话题 就是他们是,就是说今年他们公司招了 只招双985毕业的硕士 就是说985的本科,985的硕士 才可以交进他们所里面去 他们其实虽然说起来是一个研究所 实际上他们也是一个设备制造单位 而且是传统行业 就是传播行业的一个设备制造单位 应该不能算是现在的风口行业 属于是一个西洋行业 为什么他们明年的招生的标准会这么高?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2021年将有901万的 就是本科硕士大专的毕业生 会有这么大的一个人口基础 那么这里形容有像社会之后 他们会到各个行业里面去 那么随着竞争的激烈也就导致了 像这些本来并不应该是风口行业 本来招聘要求也没有那么高的单位 因为有很多的人可以去选择 所以他们抬高了自己的招聘的一个门槛 这是另一点 那么这些教育的问题 生产出来这么多的高学历人群的问题 第一个我们导致的就是学历的贬值 第二个就是导致的教育的内卷 就是说本来一个小孩 他只要乐乐正正上科 乐乐正正学题 他就可以上一个就是说比较好的本科 并且建筑这个本科的就是说学历来改变自己的人生 可能很多的七零后八零后都是这样子过来的 但是一零后开始一零后开始 可能他们的未来不是这样的 可能拼命努力的念书出去之后 只要社会激烈的竞争 导致就是说学历的价值越来越低 反而是来领的工资在周年的增加 因为来领的工作相对比较苦 相对比较累 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普遍农民工的工资 干一天给个四百五百很多 世界很多做钢筋的九百 我昨天提到的开比比斯基的 那天工作17个小时 那我们一个月要赚3万多 对吧 就是说这些比比结实的例子 也就意味着未来的来领的觉得起来 然后呢因为教育的内卷 每户人家都需要投入海洋的金钱 进入这场教育竞赛 为了不让孩子数在起跑去 哪怕是一个就是说年收入十万的家庭 也需要花五万块钱在孩子的教育上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每个孩子都在拼命 每个孩子都在花钱 最后的结果却是 你花了270万堆出来的 这个本科学历的这个文凭 他只能找到一份 月收入可能五千六千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么你觉得你 对你花掉了这么多的钱 是一种尊重吗 这就会造成社会的很多人会去反思 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美国 这些西方国家 为什么他们的普遍的人 会选择是快乐教育 也有很努力的人的话 就会选择去硬式教育 和我们中国类似中很痛苦的 这个铁鸭式的教育 精英阶层的话 就是他们的精英教育 那么这样的结果就是说 精英阶层越来越有钱 其实这个东西也很难改变 因为现在的资本赚钱 比能赚钱快太多太多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就是说 你拿到的一些学历来说 如果为了让这个学历不贬值的话 他就不能产出那么大的人 去拿到这个学历 对吧 像我们中国的情况 就是说 海量的本科生的毕业 海量的大车生的毕业 那么这些呢 有上就业市场的结果 就是导致工资的下降 但是教育的投资 却是一域极致的 对吧 但是而且办事的 来领工资的崛起 也就会让中国的教育 也慢慢的会 向市场化去进行倒逼 为什么 因为一个花那么多钱 失败的教育 会让一个原本中产的家庭 变成一个赤品的家庭 反而会让很多 就是说 原本赤品的家庭 他并没有投入这么多的教育 他可能只是采用快乐的教育 至少他省下了这部分的家庭成本 然后他的孩子呢 可能会去从事一些 来领的工作 他是一些三校生 就是在三岸包里面 经常做到三校生 他们毕业之后呢 就从事一个 专业行业的维修 或者专业行业的驾驶 比如说是地铁的驾驶 地铁的维修工 还有机场的维修能源 这些类似的工作 可以获得一份相对不错的 来领收入 而且工作也是相对比较稳定 城市和政府 加上企业 对点培养定点的这种输送 对吧 这种的模式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毕竟有很多人 普通人是注定是平凡 就包括我们 我们活到三岁的时候 也会发现自己是注定平凡的 也不可能活得多出彩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家庭 去放弃这种参与这种家庭的模式 不输在起跑线上的这种教育新增 这也就是西方国家形成 拦领家庭快乐教育的根本原因 它其实是通过市场这只手 来整个调节教育市场的这个情况 肯定每个国家都有过这种野心婆婆 就是整个所有的人都积极上上 积极拼搏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随着这个经济的稳定 阶级的固化 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这种绝望 绝望之后就是失望 失望之后就是死刑 最后大家就放弃了 最后就会形成这种快乐教育 其实快乐教育本身也没有错 现在这种内卷式的教育 才是一场劳民伤残的骗局 至少我是这样的一种 欢迎关注我故事物标棒子 拜拜